大家好,春天正是一些绿极盆栽 生产的旺盛雪季了 和旺囊也不例外 首先说一下在这个春天 想要养好一盆比较好的盆栽和旺囊的话 一定要下足功夫 首先说一下地点防虫 一般防虫都是一些红积株 白粉丝 借口虫等等一种 还比较容易地滋生在这个盘土里面的 一旦繁极在里面了 如果没有继续给它做一个防治的话 它是防击比较多的在里面 它把新根的一些养分吸取了 就会影响了正常的生长了 而且就是新芽新叶不会再长出来了 可以用到这种内栖型的孵虫胺 这种内栖型的孵虫胺 很有效地把一些虫害给通通的杀灭的 那么整个使用方法就是撒到花盆盘丢表面就可以了 药效可以长达40多天的时间的 可以适当地给它40天以后 给它用一次就是撒一点点进去就可以了 这些虫害一旦啃食到了 它就慢慢地死掉的了 还有把这些虫类一并给它杀灭掉的 其中这种内栖型的孵虫胺是比较好的 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杀虫剂 然后就是白粉丝 白粉丝的话一般都是在这个叶片的背面的 在叶片背面的话 可以用到这种杀虫水乳剂 给它喷一喷就可以了 放完之后喷洒是比较好的 而且是今天的时间段喷洒最是一样 下一天的话最好不要喷湿 这样取不了它的杀灭效果的 只要喷一次了 再间歧给它15天喷一次是比较好的 因为喷一次了就很有效的把它杀灭了 这种杀虫水乳剂 它可以把一些红积株 百分之一 借口种满虫等等一些虫害做到一个杀灭的效果 实际防虫这一步首先要做好 另外一个就是施肥了 在它进入生长时期肥是不可切的一部分 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可以用到这种微生物颗粒肥给它撒进去就可以了 使用一次肥效可以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的 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如果是这种小口菌花盘的话 就是用到三勺到四勺之间 就是撒均匀就可以了 它一旦吸收到养分了 它就慢慢的生长的比较好 这些叶片光泽度 油力度是比较好的 还有这些新芽新叶就会臭的比较的快的了 同时这个盘团一定要保持微吸溶的状态去养化 因为这种植物是一种洗水植物 水不可切的一部分 一旦切水了 它就很容易造成这个叶片伪念导服了 最后一个就是光照了 光照的话不要讲光宝散 细宜的散色光是比较适合的 如果光照比较强的话 顶部可以做一个遮光处理 用一个太阳网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做遮挡就可以了 等到光照不是很强的情况下 就把它给拿开就可以了 这样就很好的把一盘或者是多盘 甚至更多盘鹤旺狼养出状态了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这些技巧一定要把握掌握好 这样就很好的把自家的鹤旺狼养的肥肥胖胖汪汪生生的了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这个方法对大家有帮助 好 下期再见